大家好,欢迎收听小人说小话,小狼公小伟,我是杰瑞 这是一个又回到讲述销售本质,生意本质 然后会骂老板,骂同事,讲一些垃圾话,屁话的一个节目 我是杰瑞,我们又回来了 上次呢,我们回归了就是我们这个正常更新的频率之后呢 我没回来,我们今天来说一下中国的这个社交平台经济 这其实跟我们销售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关系 我们在做销售呢,不外乎都要研究一些就是 整个国家或者是整个区域的这个商业模式 它一直在做一个转变 那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 其实中国在小红书这一块呢 今年2024年到2025年 肯定是会一个很积极推动的一个数据平台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等等我会委委跟你们道来 那如果说你们有兴趣经营这个小红书的平台啊 或者是在上面做一些小生意啊 那OK,鞋杠啦 个人觉得是可以尝试一下 那它可能会在这两年会达到一个最高的最高顶峰 那不管是中国国内呢 还是一些国外的人他们今年呢 已经开始陆陆续续的在近战这一个赛道里面 那在这个赛道里面呢,其实在各细分之后呢 会有很多的不同类别出来 那如果你能抓到这个流量 它是一个很好的收益 OK,那如果你问我本人呢 我是真的没有时间再去经营这个东西 嗯,里面有一些职人呢 他会分享就是他是一个上班族 那他每天早上五点起来 然后做哪些工作 然后发布一些什么东西 还是维持他的日常的工作 在一定的频率上 所以他的更新的频率其实是很高的 这去年吧 他的总收益基本上 我看到的是挺好的 可能会到六位数的人民币 真的是很多啊 真的是很多 所以不要小看这一个平台 OK 那有些朋友可能没有使用中国这种社交平台的人 我这边稍微解释一下 其实小红书他其实有一点点像 Instagram抖音的一个综合版 你可以把它想象就是他是一个比较高级的抖音 OK,所以他的短影音啊 或者是他的界面呢 都会稍微高级一些 质感 质量上都会稍微好一点 那他主要都是以一些图片啊 影片短影音为主 OK,那他有很多功能 例如说他有商城的功能 有直播的功能 有选播的功能 那他整体来说呢 他会比较偏知识型 也就是说 他的hashtag的定义会很明确 例如说你今天 你这个博主在专门做雪茄好了 那你就是很专心的在做雪茄 那这个赛道你就要定义的很清楚 假如你只是在分享一般你的生活这种形态的 其实你就不适合会在小红书出现 因为小红书其实他有点像 早期我们用的奇谋知识家 你有什么问题会在上面问啊 包含我任何的问题我都会在上面问 例如 制造泡泡机要送子女的 但是他里面没有泡泡液 你如果只单加洗衣精或者是洗手乳的话 他其实整体是不会有泡泡出来的 那我就会在上面去搜寻就是 泡泡液自制方法 那他就会跳出很多人的介绍 就是这个人介绍怎么做啊 这个人自己DIY怎么做 就有很多种这种出来 但是都是短影音的 所以你能搜寻到的这种呢 就会是很简单的方法就能做 例如说他就加两勺糖就可以了 你今天要去日本旅游或是到哪个国家旅游 你就直接搜寻某某国家旅行攻略 然后就会有很多人就在上面分享 包含吃的啊住的啊玩的啊都会在上面出现 你这个东西在小红书上面的贴文要定义的非常的清楚 你今天分享这个短影音是属于旅游 哪个国家吃的还是住的还是租车还是旅游 玩的你都把它定义的很清楚 那之后呢他的搜寻演算法就会非常非常的高 OK这个社交平台的好处呢就是说 他能够带给你很多的方便性 例如你今天要台北大安要吃什么好吃的pizza 然后他就能直接的告诉你说台北的大安pizza有哪一些 信义的有哪一些 他可以很清楚的定义这些关键字出来 你能很清楚的知道这些部落客或者是创作者分享的东西 那再来就是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database 所以他有很多的资料库是你能够去做筛选的 OK所以他的base量很大很大很大 购物商品相对于抖音来说 他的质量会比较高一些 怎么说呢应该说 因为在小红书这个平台呢 他的定义上其实非常的明确 所以很能够区分客群出来 例如说我们举例红酒好了 红葡萄酒 你喝伯根地的人基本上 当你随便一只伯根地区集的 在台湾我看都最少要1000块以上 所以你只要搜寻伯根地 基本上你的消费族群就是在1000块以上 可能高至5000上万都有 但是最低最低的标准你肯定有个1000多 1000块以下的红葡萄酒的 就不会在这个群体里面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所以他的区分开来的这个族群 是非常的明确的 非常非常明确 所以像我如果打开我的小红书 我的演算法跟你的演算法 肯定是不一样 所以我们跳出来的东西 也一定不会一样 我跳出来就是一些什么 汉堡啊 红酒啊 雪茄啊 然后就是都是这些 你懂吗 就是因为我是吃我嘛 我就很爱吃啊 所以我基本上跳出来都是吃的 那有一天我的马桶 真的拍起了坏掉的时候 我要怎么修这个马桶 我也是直接上面修 然后就有很多人分享嘛 就是怎么修怎么修怎么修 然后再来就是因为他都是短影音 好处就是他都是短影音 所以不长 他的时间可能就是几分钟 可能一两分钟 两三分钟 他的他的作品都不会很长 所以你能很快的就能够看下一个 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下 坏处是什么 有好肯定有坏 这个东西在这一两年 肯定会是一个很蓬勃发展的社交平台 那他带来的坏处就是 因为他是短影音 我刚刚说他的好处短 Instagram的reel一样 他就是你的时间不长 所以呢你会一直滑 一直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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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就无止境的滑到你的时间 莫名其妙的 没了不起啊 不见了 你敢知道吗 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 因为有好几次 我在要准备去睡觉的时候 那我就想说 OK我就 准备要睡觉 然后就滑一下 然后就滑 看看 看看 莫名其妙 一个小时就过去了 我想说 这个东西我很想要研究的透彻 然后我就再滑 我想说 再看一下去 再滑 又半个小时不见了 所以他根本就是一个吃时间怪物 如果你今天 很明确的知道 你要找什么东西 找什么主题的话 很明确的 你能够在几分钟 能找到你的东西 但如果你今天 只是漫无目的的要 上面探索一些东西 找一些你自己 好像有一点点兴趣 在里面要追寻你的 个人发展兴趣的话 我跟你说 你永远滑不完的 真的 所以这个东西是会上瘾的 怎么去克制这个东西呢 真的必须好好的限制自己 使用 包含IG其实也是 第二点 商品呢 它的购买 直接直播 也是会上瘾的 因为 你对这个东西 你明显的 它知道你是它的这个客群 我刚刚说了 它的客群是定义的 非常非常的明确的 你会点进去直播的 基本上你有百分之七八十 是会购买的人群 你一进去呢 你一定会 它一定会有办法让你留下来 例如说 它会跟你介绍 你从来没有看过的东西 但是是你有兴趣的 那你就会一直看 就会一直看 就会一直看 而且 它们的直播是怎么样呢 你像台湾的直播可能是 我现在拿按顺 它直播组是按顺序 12345678 90这样子 播 这10号产品到结束 你不能去点播说 你要什么东西 它的平台 厉害到怎样 你右下角直接按下去之后 是可以直接选择 你要的东西 请它马上帮你讲解 例如说 你今天是逛车展好了 那个人 车 那个直播组在直播的话 你可以马上直播 例如说 它里面有10台车 有Venvary 法拉利 保时捷 他就算现在讲的 不是你要的车 你就直接点播 请讲解 什么东西 他就会马上讲解 它的清单里面的 例如说 你要听保时捷 他就会开始讲解 保时捷 什么东西 什么什么东西 所以这个互动性 是非常非常极强的 不是只有什么下单 不下单 加一不加一 这种问题而已 他的互动性 非常的高 所以上影在这种直播上面 因为你会花时间知道 而且他们通常直播的 金额的力道 价格的力道 非常直打 大到一个不行 为什么很多人会在直播买东西 赚啊 你在这边买便宜啊 你在外面买贵啊 你傻哦 所以你只要花一点点时间 听他 想你真的需要的 需求的 那你肯定会买啊 如果说我要买个 这礼拜想吃个牛肉好了 我现在可能不会在超市买 更不可能在线上点单买 因为中国这种东西是很方便的嘛 那变成我现在新的消费模式是什么 在小红书上面买 因为小红书上面便宜啊 他们团购的 等于说他们量大 直播呢 又可以在就是在促销 所以而且运费又又可以打折或干嘛 很多优惠的 所以变成是我们现在买东西 有一大部分会是在小红书上面买 而且在这一两年一定会有再有新的突破 你看我一直在讲这个东西 它真的是中国新的一个渠道赛道 必定会是这一两年的一个大窗口 OK 再来我们讲一下坏处还有什么 做生意的人呢 会很卷 既然有市场 肯定有竞争嘛 这不外乎就是我一直在说的 有竞争就有市场 有市场就会有竞争 所以变成是大多数的人都会在上面卷 就是比较比拼生意 就像我刚刚说的 我要买牛肉 你点进去直播 新疆的牛肉是很好的牛肉 OK 那你点进去你打新疆牛 靠腰有十个人在直播 那你要怎么买 那你就是每个都去听听看听听看 最后是选什么 我们消费者可能是选一个便宜的嘛 但是我今天买这个便宜的另外一个店家 是不是隔天他也会再另外做一个促销 去包装他的价格 所以变成是 他们就很很会比啊 就是在这边卷来卷去 中国叫卷嘛 其实台湾叫做什么呢 叫做竞争嘛 销价竞争或者是商业竞争嘛 我们所说的 因为一切都很透明 在这个互联网很透明的时代呢 不管是牛肉啊 鱼啊 猪啊 鸡啊 像我们FMZG 咖啡 水 酒 什么东西 包含什么 卖汽车的 特斯拉 BMW ODI这些都是 没有什么是价格不透明的 你今天多卖人家一千块 人家都知道的 所以你就算卖房子 卖保险 你今天多赚人家多少钱 消费者有可能都知道的 他可能有百分之九十都是知道 互联网的时代 这种东西太透明 再加上小红书这种东西 能够明确标注任何你要的东西的时候 更没有秘密啦 各位 根本就没有价格秘密啊 坏处是什么 你会对你自己呢 产生疑虑 这我说的疑虑是因为 很多人会在上面分享 因为你 你会找到很多东西 你会知道 什么东西是好的 你会在上面搜寻 你在上面搜寻之后呢 就会跳出不一样的东西出来 会打破你的新三观 你的新概念 你的新的思维 例如 我前阵子看到 我在上海三十岁 月薪两万块 算低吗 下面就会有人开始 两万块算低啊 税前税后 两万块 我大学毕业的时候 人民币就 第一个月薪水 人民币就零两万 你就会产生 自我怀疑 你懂吗 因为很多的讯息在上面 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透明 以前可能是什么 还要民调啊 还要做什么数据调查之类 你才能分享 上海的年薪的薪资的中位数是多少啊 台湾的平均薪资是多少 台北是多少 然后你会比拼一下 我好像没有差很多 我还在这个区块 你真的去看了之后 就会发现 干 你好像一个loser哦 就是你是鲁蛇 你知道吗 你在这个社会上 你好像努力的一些都是跟一个屁一样 然后你就开始自我产生怀疑 然后你在上面就会有人说 哪里我们上班 就是加班加到个钥匙啊 然后你怎么六点下班 开始会有这种 除了购买的东西 有一些我们所说的社会层级的分层 你就会变得看得更清楚 你可能曾经以为你是中产阶级的 殊不知在整个中国的社会 你是非常低阶的 那就会产生自我怀疑 但其实不是的 因为有些人根本就是装出来的 我们俗话 我们很常开玩笑说 小红书上面的人啊 没有个年薪个一百万人民币 根本就没办法在上面生存的 话说回来 简而言之就是说 这些人有些是在吹牛的嘛 当然不外乎有些人 肯定是非常非常 有实力 也有经济能力 能够到月薪 好几万十几万人民币 年薪百万人民币这种 肯定有 但你要知道 在整个中国 包含上海北京广州 你一个月的薪水超过一万块的 真的其实不多的 真的超过一万块的 有 但是其实它是占非常非常少数的 你如果超过一万块 其实你已经赢过百分之八十的人 你剩下百分之二十 再扣掉一万到两万 可能再扣掉百分之五到十 真的月薪两万三万四万五万上去 根本是个位数的percent数了 不要被自己 在这个小红书的这种平台里面 被洗脑 这是一个 我觉得呢 不管是在印尸啊 还是在小红书这边 都会出现这种问题 只是中国 为什么这么多人躺平 为什么这么多人 就是选择放弃这一切 就是不干活 就是我只要我快乐就好 当然就是包含台湾 其实也很多人是这样 因为无边际的网络 已经打破了你所有的层级 以前穷的人 一般阶级的人 他从来没有办法想象过 有钱人的生活是怎么样 但这些人开始分享这些生活 你就会开始去追逐 我好像也可以 他今天去日本 我好像努力一点 我也能去日本 他今天能够吃牛排 我也可以吃牛排 我顶多是一个月吃一次 对吧 开始就会有这种思维 就是 其实我离他们没有很远 但是你真的跨出去之后 你会发现 干真的很远 所以真的不要去用上面的标准 去做任何的比较 这是真的很难的 你知道吗 俗话上海很多 包含台北也很多人 在说这么一句话 我说出来 你们一定也会有这样子的身份认同的 我们在上海 我在上海五年 我就算在打拼个十年二十年 有可能买上海的一栋房子 可能是上海人的起点而已 你懂吗 因为他出生上海 他就已经有房子 爸妈已经留好一栋房子给他了 兄弟 所以你要想 你拼了一半半的辈子的终点 可能就是人家一出生的起点而已 你有什么好跟人家比拼的啊 所以不要这样子去比拼 你懂吗 包含台北也是啊 你说这种房价 有几个真的真的上班族 能买得起房子的啊 外地的人在这里工作了大半辈子 就是人家台北人的起点而已啊 所以不要去这样子比 真的把生活过好 你真的要的生活 你要的东西 你自己去追寻 而不是去盲目的去 去追逐人家的工程名就 真的不要这样 很疼的啦 再来就是呢 很多的经济方式 从一个销售角度 这其实是非常非常好 值得去做一个行销啊 去做一个销售推广的 当然就是包含了很多的什么 体验经济啊 平替经济 直播团购经济 我刚才说过也是 这个网路无极限 包含Instagram或者是小红书都是 你能看到的这些 OK 很高端的车子啊 超跑啊 你可能 我可能你大半辈子 努力了一辈子 赚了个一千万 你都不可能拿去买一台超跑的嘛 我说对不对 可能有一半以上的人都是这样子 但是现在就有一种方式 叫做体验超跑 我租超跑 我到山亚的时候 租超跑 租一天可以多少钱 那变成是 它是一种体验性的经济 或者是体验式的下午茶 还有像大名庄的红酒 诶 几十万的红酒 你喝不起的 那我到一杯一杯 卖你几千块可以吧 或我把它包装成一个瓶酒 或一个餐宴来说 总可以了吧 这样子的体验感 是不是十足 也你也不用花了大把钱的 去买一瓶一瓶的 去回家喝 对吧 等于说这样子的体验的经济模式 会是一个新时代的主流 再来就是什么 平替经济 例如说 OK 我们都知道 大家都很喜欢的什么 爱马仕啊 OKOK 就会有人 我不说他们是爱慕虚荣 但是就有利可图的这些商家 就是我找一个平价替代版本给你 一模一样 我不说它是假 我也没说它是爱马仕 但它就是一个平价替代品 一模一样的材质 车工一模一样 你拿起来的质感触感 一模模一样样 但是呢 只要多少 十分之一的价格 搞不好都不到 一千块的人民币就能搞定的事情 这叫什么 平价代替款 我举一个最好的例子 我们在 其实我很喜欢穿 Lululemon的一个 他的ABC的男生的那一款裤子 他真的非常非常舒服 在中国呢 有一个厂商 他就直接把它 百分之百 找厂家 Copy Pass 一模一样 连镖都一模一样 拉链一模一样 剪裁一模一样 材质一模一样 就唯独 logo不一样 好 死不死 那个Lululemon 根本就没有logo之说 所以呢 他也打了就是平价版 平替版 Lululemon的裤子 只要Lululemon的四分之一价格 这个东西还不卖爆吗 在中国 肯定卖爆的啊 我自己都买了一件来试一下 根本就没有办法分辨出 哪一条是真的Lululemon的 他也没有说是 他就是说我是平价版 平替版本 所以这个呢 会导致一个什么 恶性循环的 商业的竞争 你懂吗 就像我刚刚前面说 很卷啊 就卷到大家都不知道 莫名其妙 都没有生意的 你懂吗 我刚刚说的 就是直播的经济 可以点单啊 可以点菜啊 这样子 它的互动性呢 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强 但是呢 也就是变成 所有人都在卷这种直播的事情 你知道吗 真的有些直播组是24小时不下播的 他们是真的三班制的直播人在上面轮 早班的一个 下午的一个 晚上的再一个 就这样子串24小时 这样子一直在播 一直在播 一直在播 就是要让你们知道 你们随时上来都能够买到东西 你随时有问题 我都有专人为你线上直播解答这些问题 你看这有效吗 这老闆真的是效应耶 你说这个员工也是真的是会累到这种发疯 如果在这种产业别里面的 你真的是做EC的这种 真的很可怜耶 我真的觉得在中国这样子是真的 当然他们早些年在做这些EC的人 真的赚了大把大把的钞票 可能一年要赚个七八十万人民币 基本上是很简单的事情 就变成是现在已经卷到 比价比拼到大家 没有没有没有 大家没有钱赚啊 真的没有钱赚 赚不到钱 因为这些市场份额就这么大 然后大家只会越分越少 越分越少 我前阵子要去做陶瓷贴片的牙贴 我就是去小红书搜寻一下 一家比一家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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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选 红酒也是 现在红葡萄酒 在全世界来说 以前中国是数一数个贵的 现在中国快要变成数一数个便宜的 它现在价格快要贴的跟欧洲的价格 是几乎一模一样 除了酒庄之外 你在意大利的米兰 当然米兰本来就比较贵 可能像法国巴黎啊 或者是旁边的西班牙 葡萄牙 意大利 罗马这些 这些国家 英国来说 它的价格基本上都是贴着 他们再加一点点的钱 一点点的利润上去 就能够卖出这样的价格 陈瑜也是我刚刚举例的 清酒 日本的清酒也是 你现在在中国喝的清酒 大银酿 就是十四代啊 新增这种高端的清酒 在日本喝 其实快要没有差多少钱了 真的没有差多少钱 所以导致这些人呢 你说根本就赚不到什么钱啊 等于利润来说 大家都是摊 摊下来都是差不多的 那包含了还有什么 旅游团的也能在上面做 也能够接广告 变成是我刚刚一开始所说的 小红树这个平台 他打造的你 任何一种你想象得到的赛道 都能在这里做经营 我更夸张的 还有什么 搬家公司的 你也能在这里找到 保姆带小孩的也可以啊 带购的啦 也可以 你想得到的行业 还有你想不到的行业 这里都有 真的有够罕 因为这种资讯爆炸的时代 小红树平台是不做任何审核的 呃呃功能在的 当然他会审核一些 禁止的言论啊 禁止的延迟之类的 但是你说 真的这一行业的专家的人 他会去帮你做审核吗 没有人啊 小红树平台不做这样子 所以衍生出很多 自以为是的专家 你懂吗 知道的东西就是 他会衍生出很多错误的讯息 但是很多人点赞之后 变成靠要这个东西 错的变成对的了 例如说什么 我们所说的美式咖啡 其实叫做 冰水加浓缩咖啡 这个叫做美式咖啡 那我们所说的 呃龙狗这种 长脆的咖啡 它其实是一个浓缩 不加任何的水 然后直接长脆到 呃一百毫升 或一百二十毫升 那它的浓度 其实就不一样 因为一个是 一个浓缩加水 一个是直接长脆的 浓度来说 跟口感是完全不一样 但是有一些 自以为是咖啡专家 在上面就是 天花乱醉 醉到个不行 结果他讲的 根本就是都是错的 包含什么 还有健身行业也是 什么运动的 要吃什么东西啊 该做什么东西啊 都是你只要一派胡言的 正经八百的胡说八道呢 就能变成是真的 当然以我们做销售这个角度来看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销售 因为他非常有自信 他能够能阐述他的言论 能够让所有的他的粉丝 他的客户群呢 都是有一定的信任度在 也有购买的潜能在 但是在我们这种宏观的市场来说 Bullshit 就是 这是乱七八糟啊 就是你充施的所谓的假讯息跟假新闻 都会有可能在上面的 我认为如果是平台的话 应该要好好控管这些错误的言论 或者是 会衍生出这种不正当的言论出来 所以呢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整个小红书平台呢 他带来的一个经济的一个模式在 不外乎呢 我觉得任何的销售呢 不管你是卖任何的东西 你只要是做业务跟销售 其实在上面都会是你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只要你能够在你的这一个领域 这一个赛道上面 找到你自己的优点 跟你自己的特色出来 我跟你讲 他们的演算法 直接能让你很有感的知道 你好像要红了 我当然很建议大家去尝试 但是我刚刚说的 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在这里 变成一种成瘾啊 或者是 不要对上面的生活形态 产生了一些对自己的怀疑 不要因为这样子去质疑自己 还有你的生活 OK 我们赚钱呢 是一回事 我们好好生活 好好享受自己的人生 是非常重要的 好吧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 感谢观看